剛才這位網友Michael 他說 由廈門到 桃園機場6000多元人民幣 其實挺貴的 我買了 最近的機票價錢 還是什麼時候的 他說昨晚我買了 澳洲到桃園機場的機票 是3900多元 高幣 不過是三個人來回 如果計算價錢 其實真的挺貴的 因為夏蘭到桃園很接近 台灣地區到福建省很接近 我是8個多小時投飛機 當然 我買長榮不是華航 華航比較貴 不過我們 我們就挺特別的 因為我們布里斯本就是 全澳洲最多台灣人的地方 所以很多 的機票 不到Sydney、Melbourne 都有在我們布里斯本 太多太多台灣人了 好 說回下一則新聞 下一則新聞就來自一個 國家 這個國家就叫做 越南 越南也都被西方 經常 說很快會代替中國 我最記得當時 老潮和 1.93% 力量的前主席 他說越南 代替中國一指日可待 幾年之前說 暫時應該還未能 你說越南是否發展得好 不過 越南 也是到了一個 瓶頸位 就算連西方 華爾街日報 越南銅華式的經濟增長 恐怕已經結束了 因為這個很正常 當這個地方 增長很快的 時光 我覺得正常來說 不是那麼容易 如果你是高速增長很多年 中國做了很多年 但是 現在都要萬一萬來 這個是正常 這個也是正常 我們看看越南是甚麼事 有沒有去過越南 有 越南是很多電單車 非常之多 嚇到我 要穿越的馬路 真的是 是的 越南好像80年代 大陸有少許遲 我最愛他 警察的服裝 是我之前去過 其實是不是 好像以前大陸的 公安的衣服是綠色 現在大陸公安的衣服不是這樣 當然越南的 北面當然沒有南面那麼好 南面 相當西化的地方 事實上很不錯 為了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我們知道歐盟各大國家 大肆採購液化天然氣 和石油 作為 一個措施 就是一個 補救措施 但是 很不幸地我們說得正確 使得其他國家 就很難買到 這些能源 其實這樣壓縮了國際市場 因為他們 當然 你要知道 他們的 叫做 經濟能力當然比越南強 當然比越南強 也導致部分國家陷入能源危機 歐盟的能源危機 令到其他國家陷入了 能源危機 因為這些國家的經濟實力沒有歐盟那麼強 位於 東南亞 其實你說越南是生產大國系 這個是現實來的 他的確 承接了很多新的工廠過去 越南 也是 只可以關閉部分的入油站 造成了 幾百萬的電單車 駕駛者 在這個油 是相當匱乏 其實越南的 好像胡志明市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城市 已經有加入油站 入油站是關閉或者暫停服務 因為供應短缺 所以當地有些民眾 摩托車或者電單車機車 其實 都是要 踩單車或者是用其他的 交通工具 去代步 因為 真的 踩單車 時光倒流 有沒有20年 沒有辦法 他也暫時 我相信 我相信是暫時 現在幾百 你記住幾百萬名的 駕駛電單車人 因為他們真的很多電單車 全部 藍藍綠綠都是駕駛電單車 上班 是的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有一節說過的 就是歐盟他猛購買能源的時候這個外日效應 是相當大的 是相當大的 其實 好像 當地媒體 其實好像河內 在胡志明市 等等的越南大城市 有很多東西都暫時關閉 政府已經下令調查 喂 是不是有人團放 有沒有這樣的辦法弄到呢 我相信 也是 有些人應該都有團貨的 針對這件事情其實越南 谷商部部長 阮鴻廷 將原因就說是你們歐盟 大力購買 石油產品 搞到 天然氣的供應也下降 另外 他也說 主要是匯率 匯率 匯率的波動 對於煉油廠 以及成本的上升 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當然 現在因為美元那麼貴 你要記住 尤其是石油 是美元計價 對於政府 制定了 這個限制價格的措施 所以 燃料經濕商 因為沒有辦法 將 這個 那麼高的成本轉價給私費者 因為政府它有 有一個價格 有一個價格在這裏 有一個價格在這裏 所以 令到 我們怎麼買 利潤是受到壓縮的話 那 我就不如不買 所以現在它就說要查 但是 你查的話 你要知道 越南有些管治還是存在著缺憾 你查到嗎 還是 有些貪腐問題存在 對吧 除此之外 我們知道 現在 更嚴重的是什麼 12月 因為 這個 原油禁運令的生效 那就是嚴重了 那俄羅斯的 出來的油是少了很多的 為了 找到俄羅斯 能源的代替 其實 你不要說歐盟國家 就算 是東亞 經濟強一點的國家 都是狂買的 因為東亞就像日韓 它肯定要跟大佬美國的 它沒有理由是不理會制裁令的 那它真的要用的 貴也要買 就像澳洲那樣 其實也益了澳洲 也是壞的 澳洲的經濟商 也是壞的 其實澳洲出很多天然氣 掛著買出去 搞到我們 都差點不得用 不過我們是有條法律 有什麼就禁止了 不讓他們出口 沒錯 說真的 只要這樣說 雙人無祖國 也是 雙人無祖國 當然 我們看到美國 持續 主導對俄羅斯 石油的 這個出口 當然也有限價令 記得嗎 有限價令 其實已經是 和盟友的共識 現在俄羅斯 說 限價 那我就出少一點 是不是 那就已經是夠大鑊 已經是夠頭痛 還有我們今早的節目都說過 歐盟國家加上英國 有風寒 有這個wind drought 風寒是什麼 就是風速 是慢了很多 其實我知道英國 因為之前我也回英國看過 英國的風力發電商 是相當地好的 但是因為 因為 現在風寒 風速不夠 氣候變化 所以導致風力發電商很大鑊 這個是完美風暴 真的沒辦法 這個完美風暴 來了幾個鑊 多謝你 多謝 所以 能源的東西 大家是省點省 省點省 其實有時候我熱的時候 都是 都是 打赤冷却雪 沒辦法 因為開冷氣 真的很貴 還有上次 交電費的時候 我又沒有家 因為我的錶是在後花園 現在我們還要看一看 對上錶 電錶 電錶 我不是在這裏 他說他估計我的價錢很貴 我是很省電的人 說真的 多謝你 阿楓 他如果估計高了 可不可以再回購 你要約他 你要約他來看 但如果你交了 就不能扣 我交了 因為我自動扣 不要緊 也沒辦法 其實 我又不在家 還有現在的法律 據我所知道 是不可以把錶放在 外面一些顯眼的地方 對 我不知道我隔壁 他就沒事 其實他是不合 規矩才對 但是他又容易抄錶 不過他 隔壁的叔叔 很空閒 一個星期都產兩次草 所以 我說說他為什麼經常產草 是因為他是 有空 之後看看日日有沒有什麼收訊 別人的收訊都可以親自收 不是放在油箱上 當然你說越南 他是不是有前景呢 我也相信是 我 我也相信越南是有前景 因為始終他 每一個發展中國家 他都是有一個 高速增長的階段 沒錯 一個高速增長的階段 越南你說是不是 也是的 但是他都到了一個 平頸位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個地方 升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他當地人對於 工資的需求 還有勞動 合同的保障 還有一些 環保的條例也會緊 這個是每一個 發展到近上下一個國家會面臨的一個 必然會面對的一個 群境 你也可以說群境或者你覺得是一個 什麼都好 因為 你也可以說 一定會經過的 一定會經過的 沒錯 你也可以說 我們這樣是等於先進了 等於對民眾好了 實際上這個可以是一件好事 滑海是一件好事 滑海是一件好事 就是 高速發展到慢慢慢慢下來 這個過渡期 都 都要一些時間 沒錯 那其實呢 內地的術語 是否叫 硬著陸 非常之嚴重 是 要慢慢地 從高速增長慢慢慢慢慢慢下來 就會好一點 如果不是 一下子那麼多工人 如果 因為 工作機會沒有了 會造成 社會問題 很嚴重 越南電視劇好看嗎? 其實我覺得越南電視劇 和泰國電視劇都挺好看 哈哈哈 我看過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有一個 就是從越南過來的 不過是講廣東話的 是唐語畫的 所以 我們的店鋪 現在不是我媽館 給了親戚館 其實我們店鋪一直有 招牌都是有越南文的 都是有越南文的 不得招牌 其實越南央行上星期也都說 將會 將這個政策利率 上條1個百分點都挺高 就為了抗通脹 還有 他們的越南盾 也都下跌得很厲害 這個也是一個多月以來 第二次大幅加息 在越南央行擴大 越南盾的匯率 日常交易區 為了 為什麼呢? 因為是為了保留不斷減少的美金儲備 越南盾上個月就下跌了百分之四 也沒有辦法 因為美金真是太厲害了 當然 如果 世界陷入經濟衰退的話 其實越南的狀況可能變得更加糟糕 因為你知道越南承接了一些 勞動物雜型的產業 全球的需求下廣跌 當然 他們的產業平均的話 可能就沒有那麼糟糕 因為始終價格便宜 但是 怎樣都會有影響 怎樣都會有影響 事實上 現在就看到能源有那麼貴 所以 這個能源危機是日出效應 你要知道是 日出效應 所以我們就是說 究竟 這個西方 這樣堅持 烏克蘭可以多久 你不要說西方的民眾感受到 現在這個日出效應 令到遠在東南亞的越南也感受到了 人類命運公圖體 沒錯 你真是沒辦法 當然你說越南是否還有 機會發展 我覺得也是 但是 都是要小心一點 因為 有些東西是未完善 未完善有未完善的好 對於有些人來說 可以 捉緊機會就可以賺大錢 但是風險亦大 這是很明顯的 你是否Risk Seeker 自己看 是越南是代工 沒錯 賺不到錢 應該說賺的錢的利潤 越南 越南 說真的 你說它 將來會越來越多 我都相信會 因為它始終人口基數 都在 那麼多國家來說 算大的 都算大的 你說是否 好像 那些西方那裏 越南 和印度很快會超過中國 我覺得 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時間應該都要破長 破長 好 這就是 一節新聞來到這裡 好 聽歌 好 美麗愛戀旅 如著你困住我思水 我暗心花放 卻不敢 照直講 太彷徨 為你拼命 寫詩句 又為你暗地 寄出去 我喜歡你 想輕撫你 臉旁 沒法淡忘 而我太迷惘 卻不敢 輕述 亂闖 幻覺中 多少個情妄 心內輕放 似千道 紅光 人看似眼朗 人看似眼朗 難擋 痴心的眼光 誰痴心去闖 隨痴心去闖 情愛看似蜜糖 又痴糖 人超超多忙 人超超多忙 這感覺太彷徨 將痴心眼內藏 人在夢內 沉醉著 已不解放